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2月1號 星期三 來看今天有哪些最新的消息 2月1號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騰貝格強調 北約與印太地區夥伴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歐洲不能忽視東亞局勢 因為全球安全緊密相關 而《環球時報》的前總編輯胡錫進近日在微博上發文聲稱 中共武統臺灣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才能贏得戰爭 對此 日本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矢板明夫 質疑他是內心反戰 但又不方便說出來 路透社報導 斯托爾.騰貝格在慶英藝術大學主辦的活動中表示 與全球各地夥伴合作 尤其是在印太地區 是應對一個更加危險和不可預測世界的部分解方 烏克蘭戰爭表明 歐洲局勢會對東亞產生影響 而東亞發生的事情對歐洲也很重要 中共不重要的主張在北約行不通 中共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專制的強權 不僅展現獨斷行為 威脅臺灣 並發展出也可以攻擊北約國家的軍事能力 我們非常願意進一步強化和擴大 與該地區國家的夥伴關係 斯托爾.騰貝格還提到 俄羅斯正在與中共走得更近 中共的大量投資以及新的先進軍事能力 恰恰凸顯中共構成威脅 也對北約盟邦構成挑戰 安全是全球性的 中共持續增加在核武以及長距離導彈的投資 不具備透明性 沒有就核武管控進行有意義的對話 北約需要在印太地區與夥伴更緊密的合作 中共批評北約對亞洲擴大夥伴關係之舉 稱北約的擴張威脅它的安全 在1日 《金融時報》報導 捷克總統當選人帕維爾呼籲歐盟各國 擺脫對中共的幻想 明確認識到中共及其政權並不友善 中共與西方民主政體難以相容 面對與中共的利益分歧 捷克將不會再如鴕鳥一般逃避現實 與臺灣進行經濟合作的好處 勝過與中共國的合作 捷克也不會迴避這個事實 而美國空軍空中機動司令部司令 米尼漢上將近日曾指出 美國可能會在2025年 因為臺灣問題與中共開戰 對此胡錫進聲稱 如果真的爆發台海戰爭 無論美國是否介入 中共當局應該提前滿足三個條件 一是核彈投軍武必須突破千枚 二是持續擴大軍力差距 希望中共軍隊的導彈 戰機 以及後勤生產 庫存能力 也能超越美日等國 三是短時間內利用炸彈或導彈 每天向臺灣投射1萬發以上的炸彈 針對的是臺灣內部的交通運輸 供電 廣播和網絡等基礎設施 削弱對抗意志和衝擊日常生活所需 資深媒體人王時期也在九四要客訴的節目中直言 從胡錫進的講話秀出了官方的立場 中共目前對於打臺灣的態度 就是不敢動也沒能力動 唯一的希望就是造成臺灣內部力量分裂 現在美國軍方或智庫不斷壓縮中共可能侵犯臺灣的時間 其實最該恐懼的是中共 因為不管哪一個時間點 表示美國在這個時間點內 已經完成了一定程度的準備 這反而成了中共想要侵犯臺灣前的壓力來源 在此前一天 白宮表示 拜登會在2月8日與國會發表的國情諮詢演講中 提及中俄所構成的挑戰 會召集國際夥伴 特別是北約 另一方面 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 習近平將出訪莫斯科 但中共外交部沒有予以證實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月5日將出訪北京 會與中方談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情 CSIS中國國立計畫主任林洋認為 美國試圖借布林肯仿中告訴國際社會 美中仍維持著溝通管道與在最高層級進行溝通 應關注布林肯借時與和人會晤及其會談成果 並稱此為中共試圖透露的美中關係信號 美國和印度兩國本週正式啟動加強防務夥伴關係 以應對中共在地緣政治領域的威脅 根據兩國政府在華盛頓舉行的為期兩天會議 雙方將在開發噴氣發動機和軍用彈藥技術方面增進合作 美國方面考慮加快審查 盡量推進通用電器在印度本土製造噴氣發動機 是為印度本土飛機製造行業提供助力的做法 也推動在火炮等軍用設施領域的雙方合作 鼓勵印度的電腦芯片工程師到美國效力 美國國防部提到 美國和印度將增進軍隊合作 尋求建立海上安全和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1月31日表示 中共政府在多個領域的威脅日益增長 而與印度等國家建立夥伴關係 是美國2022年發布的國防戰略的主要目標 另一方面 華盛頓也希望在南亞大陸設置更多的通信網絡 這是為了制衡華為公司的影響 臺灣工研院產業科技國際策略發展所 研究總監楊瑞琳對希望之聲表示 美國發現華為的業務涵蓋範圍非常廣 是中共建立半導體產業後面的一個重要的黑手 他說 他表示 目前美國在把華為一步步的列入實體清單 到目前為止 還在不斷的發現漏網之魚 兩國的高科技競爭還會繼續 美國跟中共脫鉤是必然 尤其是科技方面的脫鉤是長期的趨勢 而在今年以來 美國與印度的合作活動越來越頻繁 這兩個國家和日本與澳洲一起組成了四方安全對話組織 專注於印太地區的經濟和安全活動 去年5月份 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峰會期間 美國總統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宣布了美印關鍵和新興技術倡議 除了國防技術 美國和印度還希望推進宇航和半導體產業的合作 此外 美國還承諾幫助印度發展下一代電信 包括5G和6G先進的手機技術 楊瑞琳指出 美國將印度作為跟中共高科技脫鉤的 其中一個聯盟成員之一 也會在供應鏈上扮演一個角色 長期上來說 對美國是重要的 從未來發展的角度 印度這個國家在某些層面 跟中國有一些雷同 而且印度現在情況或許可以比你二、三十年前的中國 所以基本上它有人口紅利 它未來的市場也很大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良心的採訪報導 2月1號 中共紀委監委網站發布文章 強調所謂的抓碩鼠蛛蟲 守護大國糧倉 中共當局報導聲稱 在近期查處了糧食系統10名貪污官員 並宣稱將加大糧食統購統銷領域 腐敗懲治力度 不過由於此前中共衛健委曾發布文章 提出餵豬的米糠可能會抵達餐桌的主張 許多民眾擔憂中國的糧食安全可能出現嚴重問題 根據人民網等中共媒體的轉載報導 紀委在文章中強調 糧食安全 關係國際民生 是國之大者 報導還提到 國有企業存在已辰頂心 已刺充好 虛假收購等腐敗問題 在糧食購銷領域的貪腐行為仍在發生 而在1月19日 中共衛健委發布調查 聲稱準備積極推動米糠營養價值研究 對此有網友直言 過去中國人在饑荒年代為了活命 曾經被迫吃作為豬飼料的米糠 擔心這樣下去 以後可能真的吃不上飯 知名的時評人江峰表示 中共的政策從來都是拍腦門決定 拍胸脯保證 拍大腿後悔 拍屁股走人 倒霉的是老百姓 付出的是自由 財富 甚至是健康與生命 米糠變大眾食品的事情也是一樣 黨的政策會宣傳的比米糠還有營養 但是只要誰吃了它那一套 不僅割嗓子 最終還會像觀音土一樣要了人的命 對於中共持續強調所謂的守護糧倉 推動米糠營養價值研究 以及米糠可能會重返餐桌的宣傳活動 您怎麼看呢? 是否像民眾擔憂的那樣 中國的糧食安全真的出現了大問題了呢? 歡迎在評論區留言 中共近期鼓吹國產大飛機C919完成兔年的首次試飛 不料再次被網友揭穿造假 根據其官方的視頻 中共當局所謂的C919起飛的畫面 直接套用了空中巴士A320neo客機的視頻 對此大陸的民眾驚呼大跌眼鏡 根據中共官媒央視的報導 東航C919的一架航班 在28日從上海紅橋飛到了江西南昌 在這段視頻中網友指出 只有C919在停機坪上的畫面是真正的國產大飛機 升空的飛機實則為法國空中巴士的機型 這兩款飛機看起來很像 但是對熟悉這個行業的人來說很容易發現 比如C919的機首與A320有區別 一間垂尾靈角與天線位置也有不同 在遭到網絡評論嘲諷之後 中共媒體刪除了視頻 但是仍然引來了大量關於飛機是非的嘲諷 有網民評論說 強國連標點符號都是假的 一個飛機造假有什麼稀奇的? 也有網友表示 看來大飛機能否真正飛起來還是個問題 懷疑政府只是想通過這種手法 鼓動小粉紅的情緒 中共央視視頻造假已經有多次的先例 在2011年中共官媒發布視頻 說是中共空軍在進行實彈演習命中了目標 但是爆炸場面卻使用了86年美國影片 《壯志凌雲》中的飛機被擊中的電影鏡頭 除此之外 還有曾經盜用印度宣傳片的先例 2月1日 美國兩黨參議員聯合發起立法 宣布支持政府禁止對中共出售原油儲備的法案 這一做法是為了保障美國國內的能源安全 根據福克斯新聞的說法 除了德州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等12名共和黨人以外 還有福吉尼亞州參議員曼欽等三位民主黨議員 以及緬因州與亞利桑那州的兩位獨立參議員共同發起提案 在1月份同類法案已經在眾議院通過 有望在不久之後交送白宮簽署成為法律 曼欽表示戰略石油儲備是美國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政府的儲備可以幫助調控由俄乌戰爭攪亂的市場 但是最重要的是儲備意在幫助美國與盟友度過困難時期 而不是幫助中共發展它的經濟 發布這條禁令是為了保障美國的能源獨立安全 早先的數據顯示自2021年以來至少有200萬桶國家儲備原油 被出口到中共國企中石化旗下的聯合石化公司 此舉遭到了國會的抨擊 共和黨人表示在最近幾個月中共政府囤積了大量的原油儲備 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 如果繼續對中共銷售原油儲備將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安全 對此 白宮在去年表示 因為美國的法律要求將原油儲備賣給出價最高者 對中銷售的做法無法避免 這就意味著出台修改方案勢在必行 這期的每日頭條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內容在視頻的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 訂閱 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下期節目再見 下期節目再見